我們認為台北面臨一個2022 進入到2023 那麼台北這個城市何去何從 坦白講 在過去20年 我們擔心說 這個中國大陸崛起之後 大陸很多城市一定會超越台灣 結果的確上海 北京 深圳 甚至重慶 包括杭州 甚至包括廈門 一個一個城市的崛起 可是我們現在更擔心的 已經不是說我們追索爾 追日本 東京 或是追新加坡 其實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台北停滯了20幾年 台北停滯了20年 那麼東南亞這些國家 A型這些國家 胡志明市將來會不會超越台北 那麼馬尼拉會不會超越台北 河內會不會超越台北 亞洲黨會不會超越台北 那曼谷現在 曼谷是不是已經超越台北 吉隆坡現在超越台北 那麼台北現在面臨的 我們真正的危機是什麼 是這一些所謂東南亞這些國家 可能不出幾年就會超越台北 那麼台灣怎麼樣子在亞洲地區 A型地區呢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當他們超越的時候 他根本就更看不起台灣了 所以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所以我們必須要說 這個台北不會再溜溜溜溜 就好像這個茄子彈 他的歌 就是溜溜溜溜 台北不會再溜溜溜溜 台北不會再溜溜溜溜 那麼台北要怎麼崛起呢 我們一定要大破大力的改革 剛剛提到的三個主要政黨候選人 他們有辦法讓台北跟得上世界的潮流 跟得上世界的競爭嗎 我們認為其實非常 從過去他們的經驗來看是非常的困難 我擔任過兩屆的縣長 擔任過三屆的立委 參加參觀過非常多的國際的城市 那我們認為台北要怎麼來改造呢 台北一定要一個徹底改造的對策 首先第一個就是台北必須要恢復到雙層地方自治的 這樣的一個治理模式 我們應該還政移民 把台北的區變成一個有地方自治功能的區 而不是這個市長指揮的區 讓它變成一個有地方自治 讓地方的事物能夠在地方裡面得到解決 同時我們也認為這個區 這個恢復地方自治之後 第一屆的區的議員就由當地的里的里長 由里長來擔任第一屆的區議員 然後以後的地方的里社區應該整合為一 變成純粹的社區自治法人 社區自治法人 那麼這個社區的自治法人是一個純粹的民間團體 那麼將來我們應該走向一個小政府大社區 包括我們的托勞 托幼 托英 林托 還有包括我們的垃圾的清理 包括我們的街道的規範 包括我們街道的管理 這些都應該賦予我們的所謂的理智智會 理智智會更大的一個權限 讓台北能夠變成一個由下而上都動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城市 不是只有市政府 現在台北的困境 你只有市政府在那邊動 人民不知道怎麼動 因為全部都市政府在做 連掃地清潔都是市政府 應該要把這個權限下放給人民 讓人民由下而上動起來 讓台北的社區不再是一個冷漠的社區 讓台北的社區是一個大家共同參與 有脫勞 脫幼 有公園的管理 讓這些都能夠回歸到社區 來自行管理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由下而上動起來 讓台北不再是一個冷漠的城市 而是一個基層的社區 人人都有參與感的一個新的政治模式 那麼不只是這樣子 這個區自治要讓台北動起來 其中很關鍵的就是十二個區的 這個非營利公辦都更 那麼我們主張說十二區 每一區要成立一個非營利公辦都更公司 讓每一個區都能夠這個自動的動起來 對自己的都市要怎麼規劃 那麼對自己都市要怎麼更新 那麼讓大家有參與感 所以十二家非營利都更公司 不是來炒地皮的 是要來鼓勵地方參與 地方共同的參與解決 地方的整個城市發展的議題 因為台北市十二區 每一區都有地方的特色 完全交給市長來做 坦白講這個市長 要怎麼去發展地方特色 很困難 因為市長沒有那麼多時間 基本上最後變成只有官僚 但是人民完全被白除在外 非常可惜 那麼這個除了這個台北要變成 改造台北的對策裡面 包括我們四年一千億要來投資 變成這個電影跟新創產業 然後電影跟新創產業四年四千億之外 我們認為把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 包括城中區的相關的博物館 那麼這些博物館就可以成為台北 作為電影跟文創最重要的地方 把這些原來已經快要變成文資館的 這些博物館 文錄館 全部透過影視產業 讓它變成是一個活化的 就是點亮城中 點亮城中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淡水河 怎麼樣讓淡水河 讓台北變成一個水都 淡水河非常重要 那麼所以我們台北市應該跟中央合作成立一個 台北市淡水河 就是淡水河流益管理委員會的自治法人 那麼徹底的整治整個淡水河 讓淡水河變成台灣的資產 變成台北最重要的水上的首都 那麼淡水河如果能夠發展起來 台北就可以變成 從淡水河到整個城市 變成一個水岸城市 那麼最後我們必須要說 台北很大 台北人口也很多 人才非常多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市政府跟人民的距離 夜拉夜 除了選舉之外 那麼要見到市長非常困難 所以台北要變成一個有活力的一個市政府 那麼必須要讓人民能夠充分發揮它的影響力 那麼就必須要市長每一個禮拜 都必須要跟市長移民有約 所以我就當局市長 那麼每個禮拜 每一個市民都可以見到 讓台北重新變成活力的市長